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真言书十八章 什么是你的愚昧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总有一些愚昧的影子 我们看真言书十八章 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在哪些方面有愚昧 认识到自己的愚昧之处 然后除去我们的愚昧 第一节 愚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有些人的愚昧是愚众寡合 就是离群所居 他就独自生活 什么人都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人际关系 也完全想不到需要别人的帮助 其实这也是一种愚昧 第二种愚昧是恼恨一切真智慧 别人以为对的 他总是反对 他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反对别人 太过自以为是 所以呢 别人的意见 别人的提议 他总是反对 你看到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是在反对 那这种人呢 太骄傲了 太自以为是了 这也是一种愚昧 那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愚昧的影子呢 第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他就算没有真知灼见 他也喜欢来表现自己 不管自己有没有见地 他总是要发表一篇高论 他总是要说话 别人问他意见 他总是好伪人师 就算不知道 也要给你一通理论 结果呢 讲半天也讲不出什么名堂 各位有没有这种愚昧 好伪人师 明明不懂 好像自己很懂一样 这也是一种愚昧 第三节 恶人来藐视随来 羞耻道 如骂同道 有些人的愚昧呢 是什么呢 受不了别人一点的羞辱 别人羞辱他一点 他就破口大骂 这也是人的愚昧 那有些人的愚昧呢 是藐视别人 他总是藐视别人 看不起别人 第六节 愚昧人张嘴 其争端 开口招鞭打 有的人愚昧呢 是在这张嘴巴上 他一开口就招鞭打 总是说话不行 在说话上呢 总是说的很不恰当 我们要求神呢 给我们嘴巴上的智慧 因为愚昧人的口 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还有一些人的愚昧是什么呢 就是不辨是非 传舌人的言语 就是闲话 他把它当作美食 马上就吞下去 不加分辨 而且吞得很深 深入他的心腹 他把闲话当美食了 完全不加分辨 道听途说 他马上信以为真了 这是愚昧 完全不思考 好像没有心思一样 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愚昧呢 是那样的容易信别人的话 完全不加分辨 很喜欢听闲话 另外有些人呢 很喜欢传闲话 这都是不对的 我们希望自己身上 不要有这些的愚昧 还有一种愚昧 十一节 富足人的财务是他的奸程 在他心想 好像高墙一样可以保护他 有没有人发财到一个地步 认为 哎呀 我的钱越来越多 好像高墙高筑一样 可以保护我了 真的保护你吗 有一天高墙会压死人呢 高墙塌了不压死人吗 是不是 所以呢 不要以为财务能救你 财务也可以害你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富有而骄傲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啊 富有的人一定要保持谦卑 但保持谦卑不容易 十三节 另外一种愚昧呢 是有些人呢 很会强化 别人还没说完 他就强化 这也是愚昧 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愚昧 为什么要强化呢 如果你的话有价值 为什么要强化呢 听完别人讲话 不是了解得更加全面吗 为什么要强化呢 是不是强习惯了 是不是过去啊 没有让你表达的机会啊 就争着要说呢 所以不要强化 强化是一种愚昧 特别在一些 别人都很懂礼仪的场合 你却强化 那你的愚昧啊 就显入在众人面前了 另外还有一种愚昧呢 就是十六节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送礼啊 为他开路 是一件事实 不过有些人呢 他的愚昧是太过相信礼物的作用 认为只要送礼 任何人都可以被他贿赂 这就是一种愚昧了 礼物有他的作用 但是不要太过于相信他 有些问题是礼物也解决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性呢 要性的程度啊 一定要懂得分辨 还有一种愚昧呢 就是十七节 他认为 只要我先开口讲 我就有礼 但是灵舍来到 就查出实情 如果你这样相信呢 也是一种愚昧 十九节 这句话也很好啊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渠兼固城还难 所以劝熟悉的两个人争执 劝他们和好 比渠兼固城还难 二十节 人口中所解的果子 比充满度负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的话一出来就会有结果 每一句话都有后果的 只要你一开口 结果就出来了 就好像 箭 一松手 箭就射出去了 只要你一松手啊 箭就射出去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逆说出口 哎 那个效果就产生 所以特别小心说话 不要说我只是随便说说 说话是特别要小心的 有人说我们现在2009年 去年呢 2019年去年的吹脚节开始 犹太利亚已经进入5780年 然后到2020年的吹脚节之前 都是5780年 8080这个数字呢 在犹太人的字母里面 好像一张嘴巴 所以犹太人相信呢 2019年吹脚节开始 到2020年吹脚节之前 他们都称为嘴巴的一年 就说这一年说话特别小心 其实不只是今年了 每一年我们说话都得小心 因为我们必吃话语所结的果子 我也一直强调说 我们不是吃环境所结的果子 我们是面对环境 环境就是土壤 但是你不是吃土壤 对不对 果树是栽种在土壤里面的 然后你是吃枝条上长出来的果实 也就是话语解除的果实 你面对环境的土壤 你怎么样回应 怎么样说话 这个话语才是果实 你吃的是话语的果子 所以不是环境的果子 这点大家要小心 生死都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它的 你喜爱说话吗 你必吃话语所结的果子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贤惠的妻子一定是懂得说话 你知道什么叫贤惠 贤惠的妻子是嘴上留德 嘴巴上有恩言 嘴巴上没有恩言 喜欢传舌 喜欢说话浮躁 那绝对不会是贤妻 所以姐妹们都要追求做贤妻 追求做贤妻 就要懂得说话 沉浸学道 一开口就是神的话 不要说废话 也不要说咒骂的话 不要说强词夺理的话 不要说伤害人的话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这才是贤妻 那贤妇也是一样 你有贤妻 那你也要做贤妇 那你说话也要小心 所以得着贤妻 他懂得说话 话里有恩言 像旧约的 劝大卫不要杀人的 亚比盖一样 你就得着好处了 你就是被上帝大大的祝福了 其实你嫁给贤妇也是一样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富族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用威吓的话回答 那也是很愚昧的 滥交朋友 那也是愚昧 多个朋友多条道 但是如果你是滥交朋友 是多一条死路而已 多一条死路 的确也是多一条道 不过是多一条死路 自去败管 但有一个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主耶稣他就是最知心的朋友 更亲密 我们也应该与他更加亲密 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身上有愚昧的影子 求你光照我们 照出我们的影子 我们的愚昧在哪里 好让我们把这些愚昧除去 在2020年 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